烏嘴 你好,今個月的動物故事是烏嘴 它是一個動物虐待案中的受害者 在2020年開始就由愛協福利部團隊照顧 其實,虐待動物案中的動物被送來外協之後 都會得到悉心的照顧 可惜因為證據不足 法庭未能將烏嘴主人成功定罪 所以我們一直照顧著烏嘴 希望可以盡快為它找到合適的家 烏嘴是一隻馬連來犬 是一隻極聰明的工作犬 所以我們邀請了資深訓練員Gary 去訓練烏嘴 幫他重拾對人的信心 愛護動物協會督察 當晚在警察和消防協助下進入單位 分別在客廳和廚房裡發現兩隻馬連來 其中一隻是烏嘴 由於烏嘴的經歷和背景 牠屬於比較緊張的狗 甚至在初期的時候 看到牠會有追尾巴的行為 還有一些不安度步的行為 牠亦都比較reactive 牠會對水喉和一些大型的清潔工具 會比較緊張 不過在這一兩年 我都利用force free和 positive的方法 引導牠、教導牠和訓練牠 亦都為牠提供大量的enrichment program 即是環境豐富 透過一連串的program 令牠學會了社交、社會化和有信心的狗狗 其實透過生活的學習和訓練 我已經將牠介紹給不同的同事和義工 去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在Canel 裡的狗狗 隔著玻璃都會吠 而且還好像很惡 但如果你嘗試近距離接觸牠們 就會發現其實牠們對人都很友善 烏嘴其實都是這樣 當你慢慢跟牠相處下 就會發現牠其實是好爹、好親人 每次摸牠的時候 牠都會很情深地看著你 整個身子都靠在你身上 而且牠是一隻很活潑的狗狗 最喜歡就是跟人一起玩拉扯玩具和去狗公園玩 而且牠很聰明的 所有的smart toy都拿不到牠的 雖然烏嘴因為以往的經歷 令到牠的性格和一般住在家裡的狗狗會有點不同 但相信主人如果願意花時間、心機和耐性 而且跟著trainer的方法去做 烏嘴都可以慢慢跟其他狗狗一樣 跟主人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 去到現在 我真的最希望牠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家 而我呢 就比較建議一些單身 一些雙人是沒有小朋友的 或者是不計劃有小朋友的家庭 還有最好是雙人 大家就不用擔心 在領養牠之後 我們愛協會提供一些不同的服務 例如是訓練的方向、訓練的方法 和牠相處的方法 直到大家有一個Happy Ending為止 如果是完全沒有認識的という 我們會嘗嘗 自己能夠保持 而成為命 有些開始 的地貝 一個 一個 很多 一個